自主时代来临在家做菜成为品味生活的象征 根据网站调查后疫情时期 超过三成民众改变饮食习惯 选择在家做菜 居家自主比较流行 但是因为工作忙碌 下班之后再备菜的话 大概八九点才能吃到晚餐 就有一只在寻找更好的家电商品 会希望它是功能多元 然后简单料理好上手 然后快速就可以上菜 居家自主的趋势也反映在家电业者的销量 操作简单料理省时 功能多样性的产品 使厨房料理的好帮手 成为消费者的最爱 其中主打美型家电的Galate 加勒提更在2021年开出亮眼的销售红盘 Galate相较于去年的销售 今年的销售比去年成长了100% 而厨房家电的部分就占了60% 很明显地感受到民众的用餐模式的改变 然后在家煮饭的几率提高很多 所以在2021年中呢 销售最好的前三名就包含了二合一的可加热调理机 及一机两用的IH双炒电池乳 还有多功能热压三明治松饼机 然后这些产品呢 都兼具了外形及功能多样性 可加热调理机不只能打果汁 净利汤 放入黄豆按下按钮 就能自动煮出一杯热腾腾的豆浆 多功能三明治松饼机 简单步骤还能烤出松饼甜甜圈 或热压三明治 针对亲友聚餐或大家庭开火 加热提也推出一机多用大容量的聚嗨锅 同时料理两只战斧 四份龙下全都不是问题 像是我们的一机两用双炒IQ电池炉 它本身就是搭配了电池炉的功能 然后但是它还有多加一个那个电烤盘的部分 所以如果是多人在家要做烧烤的部分呢 就是那个电烤盘的部分也可以做搭配使用 那考量到民众的使用方便性 及能快速料理的需求 我们也持续推出一系列的厨房家电用品 让消费者在家能聪明做菜 享受更多料理中的乐趣 除了厨房家电 加热提也推出多款兼具性能与外形的生活家电 更勤导人气女星邵宇薇 担任2022年代言人 鼓励民众在忙碌的生活中 更要懂得享受生活品质与乐趣 透过加热提家电 创造更美好的居家生活 三里新闻网采访报道